167 台灣新生報 最後防線不容有失 2015年7月10日香港評論A02熱門話題見原 昨日下53點滬中止以重錯6% 遣守3500點關收盤 此則瞬間擊穿230點近兩年的防守大關 暴跌達2130多點22838點 重錯達8.53% 國企指數跌幅更超過9% 至美市跌幅收窄 最終遣守於23517點收盤 下跌1459點5.84% 成交金額放大至2359.7億港幣 遣守護指3500點至23000點從今日盤面看 外資大行一致造空癡動機明顯 而中資大行則是極力護盤 中因力量懸殊或是偽約護盤子彈 只能且戰且退 防守防線不斷被瓦解 港股普遍跌幅超過10% 如此高力度對殺的慘力局面已大大超越了1998年7月 索羅斯兩子基金阻擊港元 狂顧港股的程度 其殺傷力和波及面也大大超過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 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股市暴跌 全日基本看不到像樣的組織反擊 近乎全線潰敗 美盤子跌幅有所收窄 也並非全因中資多頭護盤實力有所收復重整 而是因為子全日沽空主力在23000點防守關鍵點位 為控制沽空風險 對大盤藍籌股有所回補 但美盤子期貨收於23176 下跌1849點 仍低水341點 跌幅超過現貨指數 顯示空軍營佔據一定優勢 短期內子仍有進一步下行探底的壓力 然而 23000點畢竟是一個重要的防守關口 今日能遣守其上 與湖中指力搜3500點之上收盤也不無關聯 可能是西方新一輪貨幣戰爭很顯然 此輪年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暴跌乃國際對沖基金速謀佈局 精心策劃和惡意阻擊之作以毫無懸念 6月中外資大行先托住港股 狂沖A股 對A股連破重要支撐 中國央行和證監管理曾被迫展開6.28和7.6救市阻擊戰後 外資對沖基金在席希臘公投賴像之機轉手狂沖港股 重挫賜 並迫使A股救市無攻而返 其重要支池位3600點被快速凍村 以營造全面瓦解兩地股市 長空中國的陰霾 並獲取巨量造空暴利 因此 面對如此嚴峻的金融形勢 有關方面必須嚴肅 慎重面對這次歷史性涉及兩地的大股災療 它有可能是西方興起新一輪貨幣戰爭 追擊人民幣 造空中國資產和經濟的前奏 可見 滬中自3500點和其23000點關愛不容有失 國家隊必須在此點位盡快扣足最後的金融防線 非常時期 當採取非常措施 有關方面應有維穩存局的戰略佈局 必須準備應急行動了 一是要嚴厲查儲場外配之和違規惡意造空的資金 二是要嚴查 東結或封閉地下前莊的活動 三是要啟動開政機構投資者資本利得稅 並調降印花稅 必要時再減息降準 四是要實施外匯匯對和匯出限額控制 將流動資本留在中國市場 以避免國際資本席捲國民財富後 大量外逃 見緣 congregation出發 沒問題 Karma